大家好,來到至乎通的股市自由針 差不多到年尾,第四季的投資主題 當然大家都見到七七八八都出現了 如何繼續影響大市年結前會否有風起雲湧呢 今天就要和專家一起談談 Hello,Simon 你好 Hello,Apple 你好 大家最關注的幾個焦點 今天也要和你看看股市影響有多大 第一個就是央行的貨幣政策 其實到11月算不算是一個很明顯的分界點 因為對上看到美聯儲、歐洲央行、英倫銀行等等 其實暫時的動作已經靜止了 就叫做按兵不動 沒有再加息上去 這個其實是否算是貨幣政策第一步出現一個改變 我們主要是看美國 美國來說應該的加息周期是見到頂 但日本暫時未知 因為日本跟隨美國的加息 第一它慢了 第二次數是少了 所以將來日本會否再加息 這東西暫時未是一個定案 現在我們所說的定案就是 美國來說加息周期應該已經見到頂了 所以未來來說就要看橫行的時間有多少 我估計今次來講的橫行的時間 起碼都超過半年以上 即是說如果你只是憧憬這個減息 就不要這麼快想明年年初 或者明年上半年就會減息 不會這麼快 快的我相信 起碼一定要過年中打後的時間 明年也是一個叫做總統重選的年份 所以我相信減息來臨的時間 應該會遠遠是遲過市場的預期 首先說了現在當下暫停加息 其實代表著經濟是向好還是向壞 我們常說有時是好消息當壞消息 壞消息又可以演繹為好消息 不加息大家就會覺得資金沒那麼緊張 但另一方面會不會因為 可能部份的經濟數據已經開始疲弱 沒有一個加息的條件 的確是 部份經濟地區根據聯儲局的Bagebook 這樣看 部份經濟尤其是製造業方面來說 它都看到差不多是接近50成需分界線 當然來說以往52,53,53,54就很明顯向上 你慢慢慢慢經過這麼多月的時間 差不多是接近50成需分界的時間 自然有投資者就會覺得 第一件事 你自己本身 你看看公身是不斷有上升的壓力 最近這兩個月 其中最重要的消息就是 美國UAW 就是汽車工會方面來說 他們的加息幅度 是說現在達成了一個共識 是加二十幾個百分比 就不是說加你幾個百分比 亦都有一件事這樣說 因為它以前這麼多年 已經停滯不前 是沒什麼點加 現在的加幅是要追加回以前 就是沒什麼點加的幅度 但這件事的效應 是會令到其他工身的人士 都希望想加多些 所以在這個叫工資高距不下的情況下 你要再看經濟向上的動力 其實就是沒有這麼衝勁 再加上你看到新屋的銷售量 你現在看到已經見到高位之後 慢慢慢慢向下走 最主要就是因為你按揭的利率高距不下 今時今日你要買樓在美國 你要考慮那個叫支付帳戶的能力 而這個帳戶的能力 是遠遠二十年以內 是一個最高的水平 所以你如果供到樓的說話 你剩下的錢去消費就會少 所以幾種的數據加加起來 我們都認為 美國今次的加息週期 的確是見了頂的 我們就以為 一般的理解 可能就是加息週期的息率 去到見頂的時候 可能就是所謂封了頂 應該對股市的壓力就沒有那麼大 不過剛才聽Simon這樣說 人工升得那麼厲害 可能不是一間企業 整項 然後不同的行業都出現這些問題 會影響了企業盈利 原先想著它不加息 可能是幫到股市多些錢 但是過多一兩季 大家就見到 人工佔了一間公司的開支很多 或者甚至乎是令到 盈利有一個倒退情況的時候 那份業績就不太好 到時業績不好 股市又不好 的確是的 而且你要考慮一件事 剛才我所說的 叫Disposable Income 是一定你供完樓之後 供完車之後剩下的錢 那你想想 過去這兩年來講 利息一直是這樣 是令到一些Mortgage 即是美國來說 你可能會隔五年或者十年 你要Renew你的Mortgage 美國在這方面 那個定息 好像根據我們香港 以往做Hyper的Mortgage 情況是少的 比較來說 它們叫做Term的Mortgage 比較多 所以每一道就是 你之前十年那個Mortgage 到期了 現在再Renew了 那你Renew的時間 以前來說 過去五六年 享受那個Mortgage 這麼低 現在Renew的時間 你不是國家好像多了很多 多了很多來講 自然而言 你剩下的錢 再去消費就會少 那麼陸續陸續 如果你現在保持利率 是不變的說話 即是說 未來這半年 每一有Mortgage Renew的人 他都要支付較高的 按揭 那所以 由現在 一會知道未來一年來講 我們只能夠見到 那個Disable Income 是會 除了的時間 的推移 那個Percentage 是會越來越下降 那所以 對那個消費方面 是有一定的壓力 那所以 經濟慢慢慢慢 可能 面向 即是走過去 衰退這方面 機會是有的 這個是方向而已 不是一定是衰退 但是 起碼 你就是叫做 就是 就是 經濟滞漲 你已經是 已經產生一個問題 的了 因為為什麼呢 凡是經濟滞漲 那些人開始 慢慢供不起樓 其實銀行 所有的債務 的Quality 都會變壞 那你一變壞 自然而言 銀行 就一定會 將這些資金 是會縮小的 那你都知道 在年初的時間 植谷 以及幾間銀行 都倒閉了 所以你看一看 美國今時今日的銀行 在這個管控風險那裏 另一方面就是 除了沒有那麼多錢 可能消費力 會減弱之外 大家可能 更加會擔心的就是 那份工 又不知道會怎樣 最重要就是 先保住現在的錢 投資方面的心態 可能都會改變 未必說是那麼容易 去願意承受風險 就算在股市裏面 都有一些穩健 相對來說 穩健一點的股份 但你看到 债息 買債 都好像 都已經安安落落 坐定定 都有四五厘 其實是否會削弱 股市的吸引力 是的 的確是 尤其是 上星期 差不多三十年期 和兩年期 都仍在五厘流上 上星期初的時間 所以你想一想 買一個美國的債券 差不多 我們所說的叫 Risk Free 如果你有五厘息收 你還要駁 其他股票 就好像那個意浴 就不大 我相信 未來 都是走緊 這一方面的心態 很多的投資者 有錢的時間 都會反而 放回債券那裏 因為債券 也要看回 如果你有看那個 叫長債的ETF 即是二十年長債的ETF 在美國來說 都是一個幾個月規模的ETF 它在過去兩三年來說 真的跌了很多 差不多是跌了一半 即是如果你買這個 TLT 這個ETF的債券 如果你的高位賣 到今時今日 都差不多沒有了一半 你會記住 它差不多全部都是債券 所以如果你想想 債券的投資者 在兩三年前買下的債券 到今時今日 除了每一段時間收息之外 你只是在票面值 都縮了差不多五成水 所以在這方面 是限制了未來這方面 投資的意欲 以及銀行在風險上方面 希望它再寬鬆些 暫時來說 沒甚麼可能 波西文提到銀行上的風險 其實在年初發生過大事 會不會除了一些 我們所說的地區銀行之外 甚至牽一發動全新 整個銀行業 都會受到政黨 中營幫小營 大營幫中營 最後火銷連環算 但這個情況似乎又沒有出現 這個情況應該不會出現 但你要看回 例如2008年金融海嘯 大約是15年前的例子 金融海嘯爆發之後 其實銀行破產 即是倒閉的中數 不是在2008年建體 它是在2011年才建體 所以即使這個風暴過完之後 其實美國銀行倒閉的數目的中數 都仍然是上升的 所以我們今時今日 千萬不要以為 今年初直谷銀行好像沒有了一件事件 你要記住 未來這一兩年來講 銀行倒閉都會繼續上升 但倒閉之中來講 它應該不會有一個規模的效應 我們所講的 即是不會有一個叫做 為甚麼 因為美國的銀行 其實 即是不要說那些叫做 chapter A 那叫跨省跨國的銀行 很多的local銀行 絕大部分 其實它只有一間 例如很簡單 有一間叫青衣島銀行 它只是青衣島 它不會走出來 青衣島 來到深水埗 有一間青衣島分行 沒有的 青衣島銀行就是青衣島 它只有一間分行 它不會走到其他地方 有另外一間 所以倒閉極 譬如說 青衣島銀行 倒閉了就是青衣島銀行 它影響就是那幾萬人口 所以這方面 影響性是少很多的 銀行也不需要擔心 但環球的政局方面 又是否另一個存在的隱憂 一些地緣政治的紛爭等等 對於金融市場的影響有多大 稍後回來再談 對於戰事爆發之後 今年多了一個耳巴的衝突 大家就說 會不會有一打 就是沒完沒了無了期的戰事 會不會有其他的國家 加入不同的陣營 形成了一個一發不可收拾的戰爭 大家現在不只是局限 去看俄烏的關係 看耳巴的關係 是全球的關係 會不會都面臨一個很大的考驗 這當然一定會引發金融市場的動盪 有沒有看得很悲觀 我又不悲觀 剛才你說的那句話 耳巴衝突是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初初一發生的時間 很多人就說了耳巴兩國戰爭 其實我自己從第一季開始 我就已經說到 這個不是一個戰爭 這是一個叫關門打狗的一個衝突 嚴格上來說 以色列是一個國家 巴勒斯坦很難定性它是一個國家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從來都沒有承認 巴勒斯坦是一個國家 所以它的身份來說 外面的人當然在中東有很多的國家 都承認它是一個國家 但在美國的立場 西方國家都還未承認它是一個國家 在實際的環境上 它其實都不是一個國家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一看 在巴勒斯坦 由巴勒斯坦的首都 走到巴勒斯坦的最大的城市 加沙 在過程之中 你必須經過以色列官方的批准 讓你出境 讓你入境 所以你想一想 如果一個國家 像我們香港那樣 如果灣仔走到銅鑼灣 銅鑼灣再走到天后 我要需要美國的人員 批准我出入金鐘、灣仔、銅鑼灣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嚴格上 這個不是一個國家 為什麼呢 因為它完全沒有防衛的能力 在加沙之中 是沒有任何的軍事堡壘 軍事防止設施 為什麼呢 因為以色列不准任何的大型工程 石屎、鋼斤、水泥 運進去 那你沒有大型的石屎、鋼斤、水泥 那你怎樣做一些軍事防禦措施呢 所以嚴格上來說 我只覺得根本就不是一個兩國的戰爭 是沒有得打的 所以在這方面 我就不覺得這方面是會擴大 那當然了 其他的國家 可能聲援它是會有的 那麼在聲援之中 是多數都是用一個政治的立場 是支持巴勒斯坦 但是如果出到軍事的行動 除了打油擊之外 我不認為有任何那個 正式規模的戰爭是會發生的 但是是不是代表著 就是對於金融市場的影響 可能會比較短暫一點呢 就是跟鵝烏不同 就是因為鵝烏是引發了一些供應鏈的斷裂 可能是說著農作物 食物的糧食危機 然後就是能源危機 我老師經常都說切斷就是切斷的 一些能源供應 但是今次在耳巴這個衝突當中 有沒有說這些潛在的風險 暫時來說 如果在貨品供應 包括剛才你所說的 什麼糧食這方面來說 其實對世界的供應需求完全沒有關係 在這個航運上來說 暫時都不會形成一個很大的危機 為什麼呢 其實兩隊的美國航空母艦 已經駐守在當地 所以有哪個國家 夠膽去挑戰美國的航空母艦呢 所以在這方面我覺得 這方面的風險是非常之低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來說 在自從澳湖戰爭之後 你可以看到 美國突然間 拋棄了俄羅斯幾千億美元 它的資產 你看到這方面 漸漸有效應 其實中東很多個國家 都開始擔心 如果突然間 將來有什麼衝突 我的資產都被美國拋棄了 會不會將來拿不回來 所以這方面 慢慢慢慢你看到 在上年年尾以來 很多的中東國家 現在已經開始 當它們的貿易方面 有少少改變了 有些是用了人民幣結算的 尤其是中東和俄羅斯這方面 都已經用了人民幣結算 或者用它們的路普結算 但是這方面來說 就會令到美國的美元的位置 一路日日日日會下降 最風光的時間 我們說在1980年的時間 美元佔世界貿易的結算 是跌至82% 今時今日來說 是跌至60%多 未來如果跌至60% 慢慢跌至50% 那就變成了 美元主宰世界這個佈局 是會慢慢改變的 所以在這方面 對美國是會有一個長遠的影響 但不是一個即時的影響 對於金融市場方面來說 我相信短期都不會有太大這方面的影響 但這麼多個不同的國家的紛爭 其實是不是都影響了一個環球經濟的穩定性呢 因為我們就是看到 時不時你跟他爭論 你又跟他爭論 然後其他人又會靠邊站 變成大家的關係 有時都拉得很緊張 好像中美關係 都已經是由貿易戰 科技戰 以至金融戰等等 那這些其實對於哪一方來說 可能都是一個傷害 在美國方面 其實已經很高叫說明 與中國只是競爭 而不是衝突 我相信中國在這方面 都是走同一條路 在現時來說 世界的而且確分開了兩大陣營 但這個陣營 在中國這方面來說 其實的陣營越來越大 無論是國家的數目 你們現在看到現在中東 其實很多個國家 都差不多傾向於與中國修好 俄羅斯是必然的 不能離開 在俄羅斯和中國的軍力的影響下 暫時來說 對行得到美國是滑滑有餘的 再加上中東一大堆國家 還有就是差不多非洲的國家 在聯合國來說 非洲的國家一定是中國 不會離開中國 不會離開美國 所以你看得到 如果純粹用聯合國的 所謂的數目來看 現在是傾向中國的國家 數目是遠遠多於 傾向於西方國家 所以暫時來說 我就不會覺得 短中期不會有一個 大國對市的威脅 所以對金融市場 就不會有一個很劇烈的變動 只不過是根據自己 美國自己本土 由於它自己的債務不斷上升 不斷在大規模 還有債務上升 總體上升之外 還有債息上升 你如果看回三年之前 美國來說 它應付債的能力是有的 為什麼 當時聯邦基金目標利率 是0.25厘 今時今日 聯邦基金目標利率 是5.25厘 應該是5.5厘 所以你加了11次息之後 你想一想 你以前賺 即是勝率的錢 你給的利息 兩三年前 都還是很低 今時今日的利息 哇 升了一大距 那你那個赤字 你本身已經有赤字了 美國 美國不是因為債務 所以有赤字 它本身有萬多億赤字 現在你只是給利息 你都要給萬多億美元 那你再加上赤字 一年你又說 是三萬多億的說話 那不怪得知 就是說 死了 國際上限又要提高 又要跟國會揮 又要跟共和黨講數 那這一方面 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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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都會打擊 美國自己本土的金融市場 但是是不是印錢 就可以解決到相關的問題 就是它隨時又可以繼續印下去 這方面是相向的 為何禁期 美債的知識都不斷上升 因為每一次你的債券拍賣 其實它的成績都不太好 因為譬如說 好像我這樣 譬如我一個大基金 你又沒有債券出來 我就把舊債在市場 賺你 為何呢 我賺你越多 跌得你的價格越厲害 那你那個新債 認售的票面值 是不是會越低 因為你新債是受舊債的影響 所以我賺你的價格越低 就是你的債息越高 自然來說 你的抵抗是否大了 所以在我的 譬如說 長期持有債券的基金來說 每一次有新債認購 我一定賺你這個賺 剛才所說 為何我們不要預期 美國這麼快減息 因為美國自己本身 在這個債務問題上 都是令到其中一個債息 高企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呢 如果債息經常波動 那些人又想 哎呀 會不會 又會加多一次息 所以這件事不斷遲遇下 就算美國未來明年要減息 都是遠遠遲過很多分析員的預期 究竟2024年環球的金融情況 會變成怎樣呢 從而我們可以怎樣提早 就是少少去做一些調配資產的部署 下個星期回來再跟Simon 聊 不過Simon 剛才也有提到一些美股 有沒有說需要申報的 暫時有沒有持有美國